《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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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找到佛教的真实 就是外道 就算今天你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在座之位 你心外有南无阿弥陀佛 你是外道 心外无法的 我们今天听见文化 开摩河波罗智慧 说为什么 答案就是 让你往生极乐世界 更有十足的把握 往生是现在的事 现在你能看得碰 看得开 你灵命中 怎么会有挂碍呢 最可怕的就是知见错误 以为心外有阿弥陀佛 因此就追着阿弥陀佛 跑不晓得放下阿弥陀佛 自然就显露 每天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错 极乐世界在心中 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心 在这周围 心境则孤独境 是不是可以证明 心外无法 可是一般的愚痴的众生 不听经不闻法 搞不清楚佛教的真实意识散报 一边念佛一边求生极乐世界 求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到菜市场买菜 为了两块姜 跟那个菜市场的老板娘炒起来 为了旁边的停车 跟隔壁的炒起来 念佛是一回事 不晓得念佛跟心 是直接了当的关系 所以我也歇 夜方的下 我往生也有把握 我没有贪 没有撑 没有吃 我往生也有把握 我开磨合波罗之后 我听经文法 心存喜悦 慈悲 善良 自主 平静 我得解脱 往生极乐世界 就更有十足的把握 他不懂这层道理 心外有法 到处去掺 到处去掺 左片是大名掺 也在掺 未来 依然过